每天喝两罐能量饮料 有害青少年心血管健康 一篇发表在循环 Circulation 期刊的研究指出 市面上贩售的能量饮料 常见成分包括高剂量咖啡因 糖 兴奋剂 以及牛黄酸 瓜拿那 人参 左旋肉碱 鸡醇 维他命及葡萄糖全酸内酯等 引用过多会危害青少年的心血管健康 研究表明 由于青少年身体还未发展出对咖啡因的容忍度 若一次饮用两罐以上 或是与酒精一起饮用 即使本身没有心血管疾病 也会让血压升高 增加心剂及心率失常的频率 再加上常喝能量饮料还会成瘾 一旦不饮用就会产生焦虑 有攻击性 睡眠障碍等阶段症状 美国小儿科学会声明 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该饮用能量饮料 以免影响神经系统发展及心血管健康 美国医学协会则支持设立 不饭受含高剂量兴奋剂及咖啡因饮料 要给孩童的禁令